在金門醫院的急診室 來了五名的觀光客 五個人出現嘔吐腹腺 腸胃不適等症狀 院方依照規定通報衛生局之後 初步研判 這五個人所屬的二十四人的旅行團 一次出現了食物中毒的現象 金門醫院七月一號上午 接連有三男兩女五名觀光客 因為上吐下瀉被送進急診室 衛生局接獲院方通報 一次出現食物中毒案例 隨即派員調查五名患者 前一天的用餐環境 機茶園帶走廚房各項吹具檢體 並帶走旅行團用餐所剩飯菜 衛生局同時派員到醫院 取得五名疑似食物中毒遊客 以及六名餐廳廚工的檢體 寄送回台灣進行化驗 那採檢環境檢體六件 四一檢體一件 已經送往台灣做檢驗 那針對餐廳機茶部分 我們現場針對它違反食品 然後衛生規範的缺失 衛生局表示疑似發生食物中毒的二十四人 自由行旅行團 六月三十日晚餐後 就有團員出現肚子不舒服的症狀 到了七月一日上午 其中三男兩女被送往金門醫院急診治療 症狀改善後五個人都已經出院 並在下午搭機返台 記者李英福 金門報導